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镇长 你这茶差劲得很啊 是是 您是大老板 您这一出手 我这茶长得跟您那比 以后我到这开了买卖 每年过来的时候给您带点好茶 嘿嘿嘿 我问您 您要那个人饭有什么用啊 我要它没用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 你想啊 它是重犯 你把它送到刑署 那功劳不都记在刑署了吗 谁还记得你方镇长抓犯人有功啊 是是是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就地正法 别忘了 杀了他以后出个布告 让他的家属来收尸 我们是在这种东西 你能用来的讯分子 得不得了吗 你现在想不认识 你帮助 我一会儿 我帮助 你帮助 我用来的帮助 帮助 他送了 我帮助 你帮助 我没有啊 我再让你死个明白 你在公司上不就花了哑了吗 你再看看 我这个人啊 一向连接公正 意识不苟 只要有枪决 将来 与伯 一百 五 四 三 二 aquí 你 一乘命中要害 三犯凤儿 以备正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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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罪了吧 现在 凤儿已经死了 你已经死了两回了 八年前 我表哥就让赵府的上上下下给你带过孝 这次你死得更彻底 方镇长的文书会送到刑署 你画的鸭 你想打什么主意 我打什么主意 你还不赶紧感谢老天爷 老天有眼 让我一到青龙镇就看见你的囚车 要不然你会是什么下场 碰碰 碰碰 你会被乱枪打死 幸亏我没让他们装子弹头 你想怎么样吧 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以前的份了 你这条心命是我给的 做我的女人吧 我张俊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你当年用一盆米汤救了我的命 我一直念着你的好 今天我一看见你 就想好了咱们的将来 老天爷都替咱们安排好了 躲都躲不了 现在我有钱了 但至今未去 我们找个地方 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好过日子 行吗 难为你了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早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张基安 你就别做梦了 说吧 你想怎么样 想把我交给赵元庚 还是一枪毙了我自己解恨 我们真的就不可能在一起 做梦吧你 其实我们很般配 你就不怕 你睡到半夜我拿绳子勒死你 你这么恨我 为什么 阿阿阿你都要提醒我了 我真是怕你 勒死我 我又救了你一命 你怎么报答我呀 我可身无分文 陪我睡一宿 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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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多大岁数了 芳儿 我想你想了二十年 毛天爷今天让我救你 就是可怜我这二十年 对你的痴心 你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我们是来收尸的 给我娘收尸 快出来 收尸的来啊 好 老实点 老实点 展晓叔 怎么办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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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来酱挡 水来土淹 酱在外 请在先进房 老实点 你要是听话点儿多好 我就不用绑着你了 别碰我 大白天的 你要是敢干吹的事 我就喊人了 喊 大点声喊 你喊的声音越大 我越喜欢 咱俩相好 怎么成缺德顺 张大老板 收尸的人我们抓来了 一个叫花子 和两个孩子 知道了 我先去 看看我的侄儿 等我 我马上回来 我先去 你们先出去 是 原来是你 滚一边去 对 你们俩到底谁是徐凤智的儿子 你们今天来给谁收拾啊 告诉我 兴许就能见着他 他没死 就在隔壁 他肯定没死 这位大哥跟你娘有交情 他不会杀你娘的 谁让你站起来了 应该是你吧 你管那个女人叫什么 娘 从小就叫娘 从小就管她叫娘 这就对了 就是你 我是你亲表叔 是来接你回家的 家里有的是好吃的 只要你听表叔的话 表叔就带你回去享福 天啊 把这套放下 要不然我一定要打碎的脑袋 都别动 都串起 哎呀 臭臭 兄弟 兄弟 你你你别别别走火啊 我姐哥哥是不是没死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 还没死 就在隔壁 你让他们把他带过来 把那女的带过来 是 兄弟 你让他轻点 我专不上筋来了 来 来 你就在 起来 起来 这小子 这么点儿碎数 劲儿太大了 娘 铁哥哥 帅子和牛蛋应用啊 擒贼仙擒了王 擒了这小子 张吉安 我们不想为难你 你放我们走吧 我有这么多手下 你走得了吗 福儿 听我一句句 带着孩子回家吧 你不放我们走 好 那你就陪着我们一起死 铁哥哥 你犯话吧 我叫屁了这小子 我们四个死一块吃了 放他们走 放他们走 骰子 别信他 这小子鬼着呢 带他一起走 没有他我们也走不了 对 走 走 骰子 停下 骰子 张吉安 你不是我的对手 别再给赵元庚当狗 四处找我们了 是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以后我再也不找你了 这俩到底哪个是你儿子呀 都是 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吗 救个斗士 救娘 娘 揣他下去 你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啊 揣 我 别 骰子 走 骰 放 你 爹 你都发半天呆了 怎么还不走啊 该走了 十年了 我每次路过这儿 都会在这儿站会儿 十年前 就在这个地方 每两个小强盗 差点要了你爹的命 小强盗 有多小 八九岁 八九岁 那么小 爹你也太笨了 这么小的想想到 也能要你的命啊 爹是个笨蛋 他们偷了你爹的枪 那应该叫小贼 你说得对 叫小贼 爹找了他们整整十年 都没找到 真不知道见着你表大爷 该怎么开口哦 行了 爹 该走了 要不然天黑之前啊 我们就到不了家了 我给小灵医写了信 说今天晚上我们就回家 让他给我做油面和了吃呢 走 走 来 嗯 胖牙要回来了 前几天家里就收到信了 那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这几天你军政要事那么多 天天早出晚归的 没敢惊动您 臭丫头 出去十多年还敢回来 够胆 司令 胖牙以前总不听话 没少惹您生气 多少回叫他回来 他都不回来 这次 二奶奶的意思是 既然胖牙已经回来了 您就别怪罪他了 是啊 孩子十多年没回家了 就您见了面赏他个笑脸 两个傻老娘们 这 我丫头十多年没回来了 我能不给她笑脸啊 她一回来 我全是笑脸 这 等等 她爷们回不回来啊 说是一起回来 说是一定要给您 给老太太磕头 她敢 进门我去给她毕露 娶我的丫头 招呼都不打 我不认 不要这样 毕竟我这个女婿 还没有得到岳父大人的认可 放心吧 我都想好了 一会儿呢 我们俩先去拜见奶奶 只要奶奶认可了 不可以的 按我们家族的规矩 应该先去拜见岳父大人 奶奶毕竟是女性 你们是 你是萧瑟吧 你不认识我了 莫非是 莫非什么呀 就是我 胖鸭 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姐好 报告司令 大小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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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了 你这是什么事 放开 司令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事恭喜司令 滚蛋 胖鸭回来了 快快快 快把我孙女 领到我这儿呢 快点 大小姐带着姑爷 先去给司令磕头了 这傻丫头 这不是忘江口声撞吗 空下 这戒指引了 快快ied 快快 快走 要是我 我找我下手 3 多少 年闻到我了 去 我去 还不够了 行人 你还不够了 他这个人脾气可不好 你这样硬邦邦的 容易吃亏的 岳父大人 我知道您还在生小徐的气 我与嫣然结婚之时 没有通知家里 都是我的错 还望岳父大人原谅 小徐在此给您叩头了 黄岳 听听听 兔崽子跟我叫晚 岳父 爹 胖牙变成猴牙了吗 瘦成这个样子 爹 闪开 胖丫 娘 大娘 闺女回来了 岳父大人 闭上你的臭嘴 给我起来 滚出去 还请岳父大人原谅 小旭年少无知犯下的错误 我让你起来 岳父大人 谁是你岳父大人 再不起来 老子一枪崩了你 起来滚 爹 岳父大人不答应 小旭不敢起来 老子一枪崩了你 你信不信 爹 还请岳父大人原谅 老子一枪 臭小子有点准 行 你跪着 都给我停着 滚干哪儿 让他跪着 我看他跪到什么时候 原谅 去 所有家人你该停 昊阳 娶给你奶奶靠个头去 去 9 4 5 3 5 6 4 8 5 4 4 1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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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9 9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灵蚁 小灵蚁 小姐 小灵蚁 小灵蚁 想死我了 爹 小灵蚁 小灵 帮我进来 赵燕燃 这名是孙女婿给你起的吧 不是 我自己起的 奶奶啊 我一到上海之后啊 我就发现 就数我的名最难听 我就给自个儿起了个更好听的 怎么样 好听吧 奶奶 好听 就是杨了点 这还叫杨啊 奶奶 您不知道 我这还是中国字呢 其他同学的名字什么 玛丽呀 杰西卡呀 达威呀 还有什么达娜呀 还都外国名呢 上海那阳地啊 跟咱们这儿就是不一样 还跪着呢 跪着呢 娘 要不您帮着给双双情去 我看你啊 是见闺女回来高兴傻了吧 你们赵司令的脾气 您也不是不知道 我去求情 那不是逼着他冲你们 出去发火吗 等着呢 等着吧 老太太 要不您和胖鸭先吃着 不能让您饿着呀 大小姐也赶了一天的路了 我不吃 她在外面跪着呢 我吃得下吗 我吃得下 臭小子 还望岳父大人原谅 有两下子 归了几个时辰 腰都不塌一下 小许不敢 姓景 水景的奖 是 在家里排行老三 是 你爹起名字省事 要再整出一个来 就叫井寺 一个挖个井还容易呢 老家在哪儿啊 任何 如果说 保定陆军学校毕业 你 是 站下来 现在在哪儿供职啊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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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走 真是航务主任 是 放一枪 给老子看看 你身后 放盐上有个兽头 绷着他 臭小子 有两下子 看看啊 行了 把酒再给我搬到书房去 司令 老太太和大小姐在那边等您吃饭 等半天了 不去了 我给你去 单独喝一杯 多谢岳父大人 谢你个屁 整个不像一家人士 过来 是 小姐 墙面盒落坐好了 快来吃吧 小丁一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不 小姐 您吃吧 老爷 我再给您盛点饭去 不用了 多盛点啊 蔡丁一 来 小姐 使不得 使不得 小姐 这可使不得 没有什么使得使不得的 你这是 这么大一碗盒了面 我吃不了 我分你一碗 小临一碗盒 你怎么哭了 没事 我就是看到你高兴 快擦擦 都回来了 没事 没事 小凌姨 这么几年没见 你她有白头发了 真的吗 老爷 小姐睡了 已经睡着了 八成是路上太累了 以后当着小姐的面 别老苦苦啼啼的 你是下人 成何体统 是 老爷 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 要是事情办得顺利的话 一个月吧 等事办完了 这处房子我就不要了 小姐也大了 以后跟着我在西安住 家里不再需要你 你也早做打算吧 你这丫头可真是狠心 说不回来这十年连个信都不给 娘想你小的眼泪都快苦干了 娘 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了 能不白吗 你不回来 娘在家里连个依靠都没有 看完这个颜色看那个颜色 这头发都是丑白的 凭啥看着眼色呀 谁欺负你了 奶奶欺负你了 这个老太婆最可恨 一心想要孙子 从来就没有真心堂过咱娘俩 可别这么说呀 这要让别人听见了还了得 怕什么 以后你不用怕你老太婆 我给你做主的 你奶奶对我还算好的 我好歹不还生了你吗 那谁欺负你了 李戴云 这一家上下都她说了算了 还不是说给你点气瘦 就给你点气瘦 她凭什么欺负你 这不是明白着的吗 我好歹不还生了你吗 她呢 连个蛋都没下 能不肚尽吗 行了 娘 现在呀 你先不跟她置气 等以后我一定替你出这口气 不让她喝你的洗脚水 傻闺女 拿嘴说说就行了 娘挺高兴的了 人家到底是大奶奶原配 这不听说你要回来 还时不偿地给我个笑脸 这我都挺知足的了 娘 你等着 我说到做到 不应该是个 Даже很不难的 嗯 这个客气 看有些没了 那你干啥 哪 这不值得 有些事 就是不值得 你呀 你都不值得 你记得我 那你知了 其实今天 你没有必要归那么长时间的 还有其他办法不是吗 赵元庚救我这么一个女儿 她还是挺疼我的 爸 我必须要用我自己的办法 这就叫做征服 你是说 今天你把赵元庚征服了 要想完成天皇大东亚共同的梦想 就必须要征服每一个中国人 对 我也要征服 我要把这个家里最强的女人 变成我的狗 大小姐早 我大娘她起来了吗 起来了 大小姐起这么早啊 大娘早啊 来 快去 给大小姐倒茶 拿点去 是 坐 咋来我屋了 是不是在这家住不习惯呢 没有啊 这个我都想到了 你们在大上海住久了 肯定睡不惯咱们家的老床 一会儿啊 我就让管家 给你们去弄虚洋床来 行可别大娘 我们啥都习惯 就我大娘最疼我了 看这话说的 咱们家就你一个大小姐 我不疼你 我疼谁啊 也是哈 大娘啊 这些年 您那头疼的毛病好了没有 八成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这一着急上火呀 脑瓜子就犯晕 拿她敲都不管用 只想去撞墙了 可别撞墙啊 这么一大家子 等着您去料理呢 万一您撞坏了可怎么办呢 老了 你回来就好了 以后啊 替大娘多分担着点啊 那是 用得着我的 您尽管吩咐啊 大娘 您看这个 这是啥呀 这是我临回来之前 托上海最好的医学博士 给您开的 专制您头疼的药 医学博士说了 您这个毛病啊 不算大病 只要按时吃这个药 肯定能好 啥叫博士啊 博士啊 就是最好的大夫 杨大夫 大娘 这药可是外国进口的 花多少钱 都没出买去呢 我可怎么谢你啊 大娘 我是您闺女 还用得着说谢呀 你可真是 大娘的好闺女 大娘 那药你可记得二十四啊 记得 记得 大嫂 吉安哪 大小姐 还记得你表叔吗 大小姐 我记得 表叔好 我的婶啊 几年不见 大小姐出落的 我都不敢认咯 听说 姑爷也回来了 是啊 我今天来得匆忙 没有准备 改天 一定备一份见面礼 送给姑爷 看您说的表叔 您是长辈呀 改天应该我带着他 去看您才是啊 大娘 您跟表叔先聊着 我先走了 好 那就补送了 您留步吧啊 表叔 改天带他去看您 我先走了 先去吧 张大老板 生意兴隆嘛 坐 托嫂子的福 这两年生意 确实不错 可生意再好 那也是赵家的生意 我就是个掌柜的 哪敢成老板 嫂子别取笑我了 还是叫我吉安吧 吉安 生意做得那么好 在我面前还不认账 我不得不叫你大老板 是 这几年我自己也开了一些铺子 都是些小买卖 小买卖能做的全省都是 我听说没有哪个镇子上 没有你的买卖了 那还不是为了帮我表哥 找咱们家小少爷吗 有消息了吗 这又过去十年了 你说这徐凤智带着孩子 跑哪儿去了 按说我也该找着他们了 你不是为了你表哥 每年给你拨那点钱 故意找不着的吧 嫂子 这种笑话 当着我表哥的面可不能说 那是 你们是表兄弟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嫂子 这是去年咱们家买卖的收入 请您入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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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走 在表哥面前 我还是站着习惯 表哥 那件事情还没有眉目 行 知道了 表哥对今日之战局 有什么看法 姚 Mango V V